超度祖宗亡灵能否直超至上品果位 怎样帮助祖先让他们得大利益 求生西方净土 有的道场说 把祖先直超上品上升是否正确 这个超度啊 就是给他做增上缘 他能不能往生净土 得看他自己 吴玉大师说得好 往生与否 全由信愿之有物 品位高下 则在念佛功夫之前身 所以那祖宗亡灵 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看他自己有没有信愿 是不是真相信有极乐世界 是不是真愿意去 所有众生都是这个条件 我们也是这个条件 你要真有信愿了 你就能往生 那我们所谓的超度 比如说做三十信念 那就是劝导他 你看整个三十信念里面 开示的文很多 这开示都是在劝导这个亡灵 放下身心世界 求生净土 他要真听进去了 听明白了 真放下了 求生西方了 他就能往生 所以超度就是给他做增上缘 就好像我们听师父老人家讲经一样 师父天天给你讲 你真听明白了 你就放下了 你求生净土了 你就能往生 你不肯放下 你还是不能往生 听再多也没用 所以还得要自己真干 这个道理跟亡灵超度是一样的 借着主法和尚 我们给这些祖宗亡灵来讲法 那你明白这个道理 超度 其实讲经说法也是超度 我们在这讲经说法 岂止是我们眼前这几个人 在听 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 但是我们相信 那众生也是很多很多 以前我对这个还不那么踏实 勉强相信是有 现在自从学出师以后 这个信心就特别坚定 这真的有好处 特别是我现在供养他们吃饭 对不对 他们肯定愿意来听我讲法 都给面子给我呀 是吧 我都供养那么好的饮食了 那你也得赏上脸 来听我讲讲经吧 这接法员吗 那师父老人家以前在年轻的时候 在台中联社 学习讲经 他的老师黎冰老就叫他接法员呢 买点花生 每个听众一人一科 这接法员吗 我们现在也是这一样道理 所以我现在讲经就特别起劲 为什么呢 知道 虽然我在经社里面呢 是没有听众 就对着摄影机 但我知道前面的众生也是很多很多 所以我讲的也很起劲 讲给他们听 都是在劝他们 看破放下 修胜净土 他们要真听明白了 他们就往生了 能不能上品上升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 就看你是不是放下 放得彻底 那个念佛是不是啊 真正以支撑许念 念佛功夫啊 看你的至诚心 看你的清净心 程度 你这个用至诚心 用清净心念 你这个品位就高啊 如果你念佛里头 还夹杂一些妄念 那个品位就低啊 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们讲经功德 包括听经功德 都可以回向祖先 亡灵 你想想你身上 是不是带了很多众生 肯定的吗 那这些众生 跟着你来这里听经 他们也得度啊 可能他们比你往生 还早啊 这道理我们一想 就明白了 我还会在外面 我还会在外面 中文凡几个路 我还会在外面 没有